2016年16171819的印邀去 一年去两个月了 一年去两个月 所以对胡托拉斯很了 对 他主要是教他的指挥参谋学院的 还有战争学院的学员军官 都是中高阶干部 有时候也有达外交学院的学生 教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非常了 而且参与专家来 先生 献哥 欢迎来 而且私人分析师谢总理 大家好 大家好 外幕投资总监蔡明昌 大家好 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董立文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 当然要来关心的是 洪杜拉斯确定跟我们断交了 决定自即日起 终止和洪杜拉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洪方仍然致意做态虚索 甚至公开释出错误的讯息 加起来是有24.5亿美金 洪方跟我们提出来要盖医院 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 这个价格的这种方式 感觉上他们是要钱 直接给钱的这种方式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贿赂 都是为了钱 我们来看洪杜拉斯 洪杜拉斯有75%的人口 是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一次跟台湾索要25亿美元 结果我们不给钱 他就转而向中国要钱 跟中国建交了 那么刚刚吴钊席也说 这直接给钱就好像是在贿赂一样 那么其实洪杜拉斯 真的是负债累累 他也欠我们钱 所以断交之后这个钱还还我们吗 有6亿贷款还没还 东老师 都是为了钱 是的 这一次我们的邦交国 看起来这个不只是贿赂 这叫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 你看看那个账单 去年跟我们说盖个医院 4500万美金 盖个水坝3亿美金 然后他的国家债务 20亿美金要我们瞧一下 我们瞧一下是什么意思 20亿 就我们帮他背 我们帮他背 可是今年不对 医院double变成9000万美金 然后水坝多5000万美金 3.5亿 21再有还是要我们帮他背 还是要我们背 所以这个就是敲诈 可是这个敲诈 等于是说 那洪杜拉斯到底 你整个国家欠多少钱 157亿 157亿 等于是说超过他的这个国家的生产总值 快要到百分之六十 这个国家的收入 百分之三十要拿来还债 每年百分之三十拿来还债 这个就是说我们钱真的是借给他的话 可能也很难 肉包子打狗 也很难收得回来 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根据我们国家过去的经验 就是说好吧 我们的邦交国 我就给钱吧 我就给钱吧 拿钱落跑的记录一堆 拿了钱就落跑 譬如说这个2018年多米尼加 拿了我们十亿台币的军备跑掉了 我们那时候送他直升机 拿了就跑 对拿到就跑 总价值是十亿 巴拉玛2017年拿了290万美金 拿了就跑 这个圣多美普林西比 一样还拿了我们两亿美金 拿了就跑 甘比亚一样给他一堆物资 拿了就跑 而且老师你知道他们也不演一下 像甘比亚拿到我们的钱 九天后就跟我们断交 你也稍微拌一下 按一下 你也稍微拌一下 我给你讲 这里面 九天 你才刚拿到钱 那个钱还热热的 你就跟我断交了 我跟观众报告另外一笔账 你现在看到的都台面上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台面上 这是明面上 明面上 他实际 刚才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讲得很客气 这形同贿赂 因为这个冯多拉斯 就是在跟我们要贿赂 中共建交的模式 根据现在事后都是 我现在讲的都是有评有据的 就是说中共是怎么挖 我们邦交国的 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巴拉玛 二零一七年 当时那个总统叫做瓦雷 瓦雷拉 他拿了多少 私人贿赂 拿了中共一亿四千万美金 一亿四千万美金 也就是说明面上中国给钱 私底下 台面下 还得给总统钱 国家项目归国家项目 私人送归私人送 这有两笔账 这是巴拉玛 另外一个 二零一九年 不是所罗门吗 是 所罗门因为他是内阁会议 就是说要跟谁建交 要跟谁断交 是整个内阁会议有开会决定的 所以内阁每一个人都拿到钱 数百万美金 这个事后都有 都有证据 人人有讲 对 今年年初还记不记得 南太平洋有个岛国 叫做密克罗里西亚 密克罗里西亚 那个总理自己出来说 他不是上个月还跟我们 吴钊仙外交部长有见面 他想要跟我们台湾建交了 为什么根据他说的 中共是怎么贿赂了 中共连他的副总理 他的总理说的 他的副总理都已经被中共收买了 等于是说 这种账有两种 一种是台面上的账 这个也是我看到 我们中华民国第一次断交 在断交的时刻 就把那个账掀出来了 就大家平平平 对于说我们没办法被敲诈勒索 其实没有讲的账 是在台面下一定有 这是中共惯常的纪律 两套账 两套账 就是表面归表面 私下归私下 私下是给个人的 然后这些国家 其实会跟我们谈 除了表面上的账 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国家 他私人的账要给一给 这种事情 因为中共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很多国家实随之位 也想要来这一套 可是因为我们国家是民主自由国家 我们不能这么干 可是中共可以 那中共干了这些事情 也没有好事 譬如说我举例 像过去 比如说欠了我们钱 拿钱就跑了 那当然我们要告 对不对 我们曾经 我们曾经对非洲三个断交国 有求偿官司 你看最早1962年 一亿大概五千多万美金 我们去告一九六零年 五千七百三十万 钢国共和国 这个基内亚比索 是一九九零年 当时是四千 将近五千万美金 那老师我们告赢还告输 应该是赢的吧 应该是这么说 不是 因为打这种国际的这种官司 他旷日费时 然后还有那个国家 根本就破产了 他是国家的债 有的国家没钱 有的国家破产了 等于是说 你还那个钱要不回来 但重点不在这里 对不起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即便打赢官司 也要不回来吗 对 而且官司本身就旷日费时 其实不只是我们 包括中国 他也是吃这个亏 吃了很多 本来就是穷国 本来就资不抵债 资不抵债 你扣押他 他也没什么好扣押的 我刚刚不是说吗 这个宏都拉斯 不是一百五十七亿吗 那欠我们六亿 那别人看我们台湾 跟这个宏都拉斯讨债 别的国家也会讨 那就要大家公平分配 所以说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 可是我们一定要去告 一定要去讨 就是说 就是要影响到 你这个国家的 那个债权的信用问题 因为你有这笔账 你欠钱不还 你以后债借就很困难 你要去世界银行 借钱就不容易了 不是吗 至少 不只是世界银行 最重要是IMF 国际货币基金 其实大家好多个 跟中国有债务往来的 到最后撑不下去的 都跑去跟这个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建 国际货币基金 旁边还有个 所谓的巴黎俱乐部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的钱 也不多 太多 因为这两年 一带一路破产的国家很多 斯伊兰卡那个总统 已经破产到落跑了 卷款 卷中国的款逃亡了 留下来是国家的烂摊子 好 那所以呢 我刚刚说到一个 那个巴黎俱乐部的意思 就是说 那个是90年代末 亚洲金融危机 为了要拯救亚洲金融危机 所以世界上 比较有钱的国家 就组成一个巴黎俱乐部 来跟IMF互相配合 就是说 要我们借钱可以 可是绝对不能 搞冬年期的 有信用危机 或信用瑕疵 对 然后又要贿赂什么的 钱都不知道被A到哪 哪里去 反正你记录不好的 有钱科的 IMF就不借钱 就不借钱了 因为我们去告他 不是为了把钱要回来 是我们要搞垮他 让他不能在外面借钱 也不要说搞垮他 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你这样做的话 你把这个前途压在中国的身上 会带来你的国家 国破人亡 我跟他国家通常都是一穷二白 我们经常说一批天下五男士 这些国家好像看起来是一穷天下五男士 反正我穷两手一探 我就不还了 但是不还了 不太简单了 我们就去搁了 但我们再回来讲洪多拉拉斯 卡斯楚这一次端交这个女总统 说实在他真是白眼狼 咱们对他们家好的不得了 不是吗 在政变的时候提供他女儿庇护 是这个是在二零零九年 那时候总统塞拉雅 就是卡斯楚的先生 他的老公 他执意要修修宪延长任期 最高法院什么都国会都不同意 他一定要要做 国会通过最高法院下令军方 把他押解出国 再给他押军机 给他睡觉的时候叫他起来 押到格斯达里加 他到格斯达里加就穿一个 睡衣 半夜睡觉把他挖起来 他是 多狼狈 其实这个也是骗人 我后来碰到他 陈默正常他跟我很说 我 我说你把人家送走 也让人家把衣服穿好 怎么穿个睡衣 他跟我穿得好好的穿西装 他自己在那儿换的 他这个是悲情 不是 你是说 他是穿着西装面 要照照照到现场刻意换睡衣 他到了格斯达里加 他又开了记者会 对 穿睡衣开记者会 他说我说那个电视上 国际新闻 穿睡衣啊 对不对 他们都说你怎么穿 穿个睡衣就把人家弄走 这样不太好吧 他说我哪里 他都乱来 结果他先生 这个被军方强制压解出国了 那他的大女儿带了 他还怀孕 带了他小孩 跟他女婿 跑到我们赖大使 赖建东大使的官邸 驻洪杜拉斯大使 那他本身呢 他跟他儿子 跑到美国大使的官邸 因为那个时候 一政变 军方说我很冤 我没有政变 我是奉命行事 可是人家说你不管怎么样 现在21世纪了 2009年 你怎么还有军人做这个事呢 各国 而且那乱 各国大使就全部都回去 是你那时候在洪杜拉斯吗 我在巴拿马 那时候在巴拿马 我也负责督导这个业务 所以说各国大使也乱嘛 唯一二 两个国家没守 又是我们 一个美国大使 他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去了 有大家都跑了 他跑到美国那边去了 洪杜拉斯当然不敢怎么样了 其实他那个政变 人家想根本就是美国在主导 但各国都在批评 每个国家组织 也把他那个 暂停洪杜拉斯的汇集 什么什么全部弄 美国就不吭声 美国不吭声 那我们当然不好讲话 所以赖大使就很为难 因为你得罪当权的 虽然是军事政变 说不定他给你大使 就像你说 不是欢迎人物叫你走 对 当然赖大使那时候 在那边关系也很好 就一直照顾他 老师这场政变 如果是老美主导的 那我们怎么敢庇护卡斯楚 他们家人呢 不是啦 这个是人道关系 那个赖大使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 他也讲他也打电话回来 寝室嘛 那时候外交部长欧宏廉 他一样还人道 人道关系 他又怀孕一个女孩 带个两岁小孩 那你怎么办呢 对 后来这个事情过 所以说他也非常感谢我们 感谢我们 现在赖大使 后来赖大使 掉到意大利当代表 跟他打招呼 他开车在乡下 开车开好几个小时 亲自来跟赖大使 道谢 道谢 洪杜拉斯跟我们断架之后 对美国影响很大 所以大家都说 美国这一次还派了特使陶德 去处理 但是怎么连陶德也使不上力 也挡不住呢 我在去年他就职的时候 大家很多记者到这里也问我 我也写过文章 他就说 会不会一上台就断交 我说不会 我说什么 因为美国有军事基地 美国一定会 既全力的维护 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核心的利益是什么 他的本土安全 洪杜拉斯距离他太近 那我想未必 后来看到美国要派 逃得当大使参议员 还有拜登的好朋友 那想大概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也写过很多文章说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力降低 但我没想到 降这么低 坦白讲我蛮惊讶 我们去年六月份 洛杉矶的美洲国家高峰会议 33个拉丁美洲国家 12个元首没有到 美国 美国当主任 连墨西哥都没到 南方都没到 12个国家没到 他就派个外长去 高峰会议你派外长来干嘛 12个 不可思议 拜登总统一上来 本来以为拜登总统很了解 拉丁美洲 因为他当参议员外委会 在外交委员会 当副总统 美国的副总统跑 总统很少跑 跑拉丁美洲 他去过很多次 结果他上来 例如说你这个中美洲北三角 贪腐 北三角是 北三角就是瓜地玛拉 洪格拉斯 沙瓦多 把你这个贪腐 所以造成很多非法移民到我这边 现在只剩下瓜地玛拉 跟美国还麻吉 其他都已经 也不麻吉了 他这个 他公布 你这个贪腐名单 就是制裁名单 取消美国签证的 什么总统顾问 总统的亲戚 什么的 这三个国家 包含萨瓦多 洪多拉斯 这个瓜地玛拉 所以说我每次讲 美国就好像是 老爸骂儿子一样 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对 可是中国大陆 我们不论国家大小 不论人口多寡 我们大家平等 互不干涉内政 好像这个话听 听起来多舒服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可是到最后 唯一一个原则 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中国 你只要一个中国 一切好说 所以说这个整个 他们这个小国家 你有看到哪一个 美国国这个接待 这个外国援手去访问 没有什么 什么阅兵军礼啊 都没这一套了 你看中国大陆 不管你哪个小国家来 习近平还是正在人民大会堂前面 一定面子给主 政杖一定做得很大 人民大学 一定给你个荣誉博士学位 一定是这样 所以说而且你看 每次去都有阅兵跟荣誉博士 就得了 还有很多小学生 拿着你的国旗 在那里 让你感觉到非常受尊重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整个状况 洪多拉斯跟我们断交 你看中国寡小败 我们来听他们怎么说